香港政府和中國政府都想繼續施壓我們香港人 希望給予香港政府壓力 然後在香港實施雙普選 主要是警權濫暴的問題 在香港這幾十年來 是供應國際社會 但一切表面上的文明 但實際上當經過一場政治風波 反映出香港其實是一個第三世界的社會 如果我們是一個文明的社會 為什麼我們連普選都沒有 為什麼連民主都沒有 美國是象徵全球的自由領袖 而我們當然上 其實你也看回現在全球化 所有的經濟都跟中國有關 而中國共產黨一直在用經濟 就是在威脅其他國家的經濟 再看近來的NBA 以及一間遊戲公司捕雪 它都因為中國 捕雪那間公司裏面 有中國的資金有很多 所以其中有名選手 就是他們公司在香港表達類似的訴求 而受到打壓 其實就可以看到 中國經濟的攻殖 其實是很恐怖的 所以就想快點 美國一起聯合其他國家 一起制裁中國 不要讓它 如果我們在香港這邊都已經淪陷了 下一個就是全世界 所以真的要美國走出第一步 帶領全世界消滅共產黨 所以我就講美國歧視這個意義 特朗普也說過一句 是上帝派他來制裁中國 如果在信仰方面 我也相信可以添滅中共 因為我們中國人 就有一句 我們中國人經常說報應 共產黨做了那麼多陰則的事 傷害了那麼多無辜的生命 他現在的報應都差不多來了 在中美貿易戰的方面 其實都看到 或者這些真的報應 真的要添滅中共 你不做錯了 你不做錯了 可以可以可以 市民資訊員 新聞資訊自由 台灣營商自由和合法公司 台灣人 一個人的關係 中國人的相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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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國人的雄 中國人特朗普也 晚上總馬中國人的害者 有討正學訓練